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梅门廖永峰教练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练习一招叫做和弓 它是针对我们现在上班族 或者是各位朋友们打电脑打得太久 整个上半身肩颈脊椎的这一部分 还有坐太久我们讲说胸脚的这一部分 胸腔郁闷的部分 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练习 师兄请 手慢慢举起来 开始吸气扩胸 整个胸腔就像吹气球一样不断的膨胀 吸满了气吐气轻松放下来 一个简单的提放吸气吐气 让我们整个心胸开朗 再来放轻松开始吸气 不要一个接着一个做 慢慢地提起把气吸满 肌肉不要用力 吸满了吐气轻轻地放下来 在这一吸一吐一提一放之间 让我们整个身心能够轻松愉快 慢慢地调息 慢慢地吸气 整个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 慢慢地膨胀扩胸 慢慢地吐气放轻松 还有一个时候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塞车或者是红灯 有时候气容易上来 我们师父提到说 有一个可以自己练功的空间是最幸福的 所以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塞车停红灯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来个一吸一提 一吐一放之间 把我们整个脊椎放轻松 我们的火气自然就散去了 也就没有怒气了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个胸腔整个扩开来了 也就是我们的肋骨更有弹性了 我们的肺吸了更多的空气进来 相对地我们把肺里面的二氧化碳 浊气就吐得更干净了 就不会有头昏脑脏 血中含氧量不足的这些问题 虽然是坐着 但也可以达到相当的运动量 重点在于缓缓地吸慢慢地吐 不要用力 这整个胸腔它就有弹性了 慢慢吐气 在一吸一吐一提一放之间 提供身体大量的氧气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有氧运动 就是这个合工 每次我们简简单单地做个十个 一天 找个时间找个空档 五个十个八个都没有关系 我们曾经有师兄师姐一天练了一两百个 但不是一次做 是找个空档做 开车的时间 等红灯 或者是说塞车的时间都可以做 那我们在打电脑 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家人晚上聊天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练习 合工 大家和和气气 就是练这个合工 搭配我们上一次练习的平甩工 叫做平和二工 或者是说和平二工 轮流练习效果更好 的空档 甚至是跟 controlled